妳是記錄人家腰瘦嗎 這不是嗎 這不是 就完全不是 因為而且你要看到說 事實上它的標準是 你要能夠中指或手碰得到肚臍 那剛才那位洪小姐 是不知道在表演什麼 怎樣 中間碰到肚臍 中間碰到肚臍 第一個 它我們知道炫腹 它這個目前是很流行 是如果 它跟馬凡痣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不用擔心心臟問題 真的假的 你是手長 是一種瑜伽嗎 對 瑜伽 對 你手長腳長 再加上你體重是略輕 男生還沒辦法 男生肌肉量太高 太硬了 女生就是一個筋骨很軟的瘦子 他比較容易會有這種A4的炫腹罩 但是你要知道說 肥胖不是用這個A4腰 和炫腹罩來看的 我們是看一個身體質量 BMI 還有看一個體脂肪 所以這只是一個 真的是炫腹炫耀罩而已 阿若回到我們剛剛提到 那個心臟方面 我覺得其實這個馬凡事證 我之前有看到一個新聞 然後那新聞是一個街頭藝人 然後他在表演 那他在表演的時候 他其實他已經全忙 他一隻眼睛全忙 一隻眼睛只有0.1 他再加上他又有心率不整 主動脈有問題什麼等等 他在表演的時候 他的包包居然被人家偷走 他覺得重要的是他裡面的藥 因為他也是有馬凡事證 然後他是必須要用藥控制 要不然他說他當天被偷走 他沒有藥 他當下又沒有辦法看醫生 他心臟很不舒服 再加上他眼睛又看不到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病 是真的有一點辛苦 所以心臟方面先天有問題的 或者你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夏天這麼熱氣溫高 濕度也高的時候 真的要特別小心有沒有哪一些情況是風險比較高的狀況 其實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夏天的時候 因為人體的心臟代謝就會很快 心臟代謝很快的時候 其實心臟的做工就會比較大 所以夏天的話 你一定要想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些保護自己的措施 首先你就不要待在那種太熱的地方 水分也要保持充足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本來就有一些毛病的話 你再加上夏天這些惡劣的環境 當然更容易就發作 所以所以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就是這樣子 他是個阿嬤 因為寒暑假的時候 其實阿嬤都很可憐 因為小孩子怕寒暑假 當然還是去工作 就通通丟給阿嬤帶 阿嬤就管著小孩 自己在那邊滷空 要給小孩子吃 阿嬤也很節儉 對阿嬤也很節儉 他家裡又不開冷氣 他又怕小孩子熱到 所以電風扇都是吹小孩 自己就在裡面繼續忙 忙到一半就倒地 就送到我們那個醫院去 就只是一個中暑 但是他除了中暑之外 他心臟也有點問題 心臟也有點問題 但是其實我們那時候看 對啊 那時候我們是給他一些藥物 然後給他灌一些水面 他就回來了 但是我們一看就知道說 他其實就是在家裡面 脫水太多 造成他心臟有點 因為他阿嬤 反而就有點心臟病 他就在家裡面太熱 太熱的時候 那個血管 血液都擴張了 回血量反而心臟血量 反而變得比較少 又因為新人代謝很快 又因為脫水的關係 造成他整個就昏掉 又有點中暑 又有點心臟 心臟的問題 所以他來我們那個 急診室是頭暈 所以到胸前很痛 我補充一下 其實在這種天氣 我們曾經要提醒很多 這個穿制服的工作者 我們前陣子送來一個 他本來是在鐵路局工作的 對 那大家都知道 很多都穿制服 對 有時候開會大禮堂 也要穿制服 那你穿制服悶在裡面 現在有些地方 空調又不是很好 因為大家都要省電 要調到幾度以下 對 二十六度 或是什麼 有人散熱又散熱非常的慢 那這時候 你的溫度上升的時候 我們就急診室送來一個 我說這個人本來都很高高撞撞 怎麼突然會昏倒 他以為他心臟病 急性心肌症發作 一來的時候血壓只剩下八十 所以我們要特別提醒 就是說在這種穿制服工作者 在這種不容易散熱的時候 太老 太小 你說年紀太老 太小的話 在這種太熱的天氣 很容易就被蒸發掉了 還有就是太弱 太老的人 血壓一掉下來 他也不知道 那這時候很多人 在喝水的速度上面 補不上來 所以我們特別提醒 太老 太小 太弱 還有穿制服的 穿制服的 真的要記得 這個時候散熱不夠快的時候 我們產生的到後來 我們講的熱中暑 其實最嚴重的那個 我們真的是最怕那個心臟 就突然之間罷工了 所以你們剛剛提到幾個要訣 第一個水要補充夠 然後利尿的這個比方咖啡啦 啤酒 啤酒清涼耶 不行 利尿 因為我們知道利尿 咖啡跟茶 我們要特別提醒是利尿 可是你這個利尿 會讓你原來的水分流失更厲害 會成 38度C以後 我們人體的這個代謝中速 會讓你血管擴張 會讓你皮膚溫度 碳線排泄出來 可是這時候 它會抗利尿激素 反而會受到影響 這時候你利尿出去以後 你的水補不足啦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以為說 我們這時候來利尿 喝啤酒 夏天喝啤酒 你利尿利得更多 你以為你很清涼 結果很慌勞 反而這時候反而會昏倒 所以水分要夠 那還有哪一些要點 你們剛剛也提到藥要調整嘛 對不對 我們要注意幾個啦 一個就是說溫度 現在溫度已經接近體溫 非常危險 我們以前的溫度 夏天是30度 現在是35 36 38都超過了今年 還不要忘了 體感溫度有時候四十幾度 42度以上 第二個有沒有流汗 你的汗根本就沒有 流很多你也沒有補充 等到後來它已經不流了 第三個有沒有小便 有的人會發現 夏天根本就沒有尿 你整個早上都不要尿 也沒關係 但是這時候你水分補充不夠 這時候已經不是有尿沒尿 而是已經引起了腎衰竭了 或是心臟會產生問題了 老人小孩真的要特別注意 尤其你知道現在熱到什麼程度嗎 我們去在很多地方 其實如果有高低落差的話 會有一個斜斜的鐵板 或者其實平常騎摩車 在路上很多水溝蓋啦 或者是人口蓋 小朋友跌倒喔 二度燙傷 而且我們實際側一下那個鐵板 很可怕耶 居然飆到七八十度 好 照片上小小孩的腿 被一個三角形燙傷傷口沾滿 起水泡又脫皮 露出粉紅色的肉 另一張左手手掌心 起了好幾個大水泡 光是看就好痛 大人可能都沒辦法忍受 更何況這是發生在 兩歲小男童身上 罪魁禍首 竟然是自家社區的鐵板 平常陰天測溫 就已經將近六十度 冰塊一放上去就融化 上個月二十四號 早上十點多 賴爸爸帶著兩歲兒子 到自家樓下中庭運動 小孩出來玩 哪想得這麼多 跑到健康步道走走玩玩 沒想到這看似 沒危險性的石頭步道 旁邊竟然接連一塊大鐵板 天氣熱 鐵板更熱 高溫碰觸超過八十度 小男童又嫩皮膚 立刻燙出好幾個大水泡 緊急送醫後 二級燙傷給住院治療 持續換藥 而且這不是今年第一樁喔 這已經是好幾個時間 都這樣燙傷了 之前我帶小朋友去公園玩 不要說那個鐵板 我之前帶滷肉飯 就是我家第二個小孩 他很喜歡看到公園 他說媽媽我要去溜滑梯 那那時候我真的也沒有想太多 才早上十一點多而已 我就帶他去溜滑梯 結果後來他爬上去 十一點多 這位媽媽不知道很熱嗎 十一點多 但是我當下我看到的感覺 他是塑膠的啊 我覺得不會那麼熱 那時候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就想說好 我再弄手機 你上去溜一下就好了 那一溜下來他就大哭 他整個大哭之後 我說怎麼 他說媽媽好燙喔 我整個把他褲子拉下來看 他旁邊這個沒有包尿布的地方 就有點紅紅的 然後我就覺得他是有點曬傷 再加上他剛剛溜下來的時候 他撐起來的時候 他是直接扶著旁邊 那個溜滑梯啊 就是除了塑膠之外 有一些溜滑梯還是做鐵板的 對 那不是我暈時的還好 沒有去摸那個鐵板 那一天我記得他也非常熱 然後我們一時之間 真的找不到任何地方可以降溫 又不能吃冰或是喝涼水 所以我就帶他到附近的彩券 我說老闆可不可以跟你借一瓶 買一瓶那個飲料 因為我讓他稍微冰鎮一下 他說沒有 他說你就把冰箱打開 所以把冰箱打開就在那裡 然後就是屁股對著那個 我就拿飲料幫他敷一下 不然他其實就是可樂罐啊 冰冰的啊 對啊 就直接幫他做冰敷啊 然後之前小石頭也曾經有一次是 溜那個直排輪 差不多下午兩三點的時候 那他其實在一個廣場上溜溜溜溜 就是差不多像剛剛那種水溝的那種蓋子 他就溜到那裡 因為有那個孔嘛 所以他就跌倒 一跌倒他手一放下來的那一瞬間 他一拿起來他就整個紅掉了 所以其實我真的覺得小朋友其實是更 更需要注意 像我們大人知道說要跳一跳 要怎麼樣 小孩子其實是不知道 他跌倒就是一直會停在那裡 其實暑假很多那種大型氣墊可以玩有沒有 對 那個也好燙喔 很燙 你不要看它是塑膠的 很恐怖的耶 對 如果說像大型氣墊 它本身如果顏色是深的時候 它會吸熱 所以本身塑膠本來是涼涼的 會變熱到比你的皮膚還燙的時候是會的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 在都市從裡面很多東西 還包括 比方公園裡面的盪鞦韆的鐵鏈子 還包括爬的單槓 所以我們常看到病人裡面 他除了是曬自己把自己曬的黑黑的話 他還曬小孩 所以我們是在上個禮拜 接到兩個case 就是一個小朋友呢 他媽媽叫他穿假腳拖去公園玩 就穿假腳拖之外 小朋友除了假腳拖 那兩條線之外 全部都起水泡 燙傷了 天啊 燙傷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皮膚很嫩的 小朋友是一個很嫩的 而且他的整個中樞神經 和腦下垂體的體溫中樞 還沒有控制得很好 所以皮膚的感熱 感冷 它是一個沒有辦法 有很敏感的反應的 甚至像有一個病人是他很特別是 他上個禮拜是來我們醫院 然後呢 媽媽也是一樣全套防曬 小朋友OK 有頭髮 可是小朋友頭髮很少 就在中午就跟某位一樣 十一點和兩點 一定要出去的一個媽媽 結果那個小朋友的頭皮 是沒有頭髮的地方全部燙傷 好可惜喔 之前我也真的很笨 我沒有想到 我想說小朋友有點曬黑 也沒有關係啊 然後當下其實就是騎著腳踏車 然後小時候坐前面 他你知道他現在皮膚其實狀況有點糟 他現在皮膚整個臉啊 是那種這邊整個都白的 他有點光過敏的 醫生是說他有點像光過敏 又有點像是 就是 蕁麻疹或是一些乾癩 而導致他現在還沒有辦法看清楚 但是昨天我看他的臉 他已經整個都角質化脫皮了 然後就是因為我之前帶他去游泳的時候 那游泳我們選的那個防曬油 就是那種很好洗的 結果沒想到他的臉沒有做防曬 他身體做了防曬 對 但他臉沒有做 所以他整個臉是有點曬傷的 有一次騎腳踏車 他還是坐前面 我自己都全副武裝 但我忘記幫小孩用 你這個媽媽 回來家裡之後 真的是被大人念到一個不行 他說你怎麼 他臉回來烘成這樣子 然後你自己有喝水 他也沒喝 然後就是被罵 他是你親生的嗎 是 不是有止汗劑嗎 對 那我如果止汗劑都噴... 對啊 這樣就不會流汗 就涼涼的 所以醫生他就很天才 他在去打籃球之前 就給他全身都用那個噴的 止汗劑給他噴滿 他後來就昏倒了 那如果是小朋友操場的那種 PU跑道 一側 八點 就是這樣 對啊 太煎蛋了 這簡直就可以鍛煉出 他有史以來跑得最快的程序 因為太燙了